跟進一下立法會選舉的點票工作 車級區議會還未點完票價 而五個地方選區就有了結果 投票結束之後隨即點票 地方選區投票率高達53% 較上屆高超過7個百分點 183萬名選民投了票 通銷點票之後 五個地區直選清晨陸續有結果 地區直選35席 18名現任議員連任 13張係新面孔 四名議員就會重返議會 多名議員就下馬 包括轉戰籍選家劉建宜、葉偉明 還有余若薇、陳淑莊、李永達和王誠志 泛民整體得票是多過建制派的 但配票和協調就不及對手 最終在五個地方選區只得到18席 僅僅比建制派多一席 不過連同功能組別得到的議席 泛民就保住關鍵小數家24席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承認 選舉對黨構成重挫 申請辭去主席一職 要為選舉失利負責 給大家看看各區的形勢 先看看新界西有九席 建制派贏了五席 泛民就有四席 民建聯分拆了三張名單出選 配票成功 全部都當選 民主黨就全線敗北 再沒有議員代表這一區 林明文不得 四萬三千四百九十六票 民建聯主席譚耀忠 梁志祥和陳恆斌分三張名單 全部當選 在配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 所以各隊都可以出到線 但是我們事前其實都覺得分隊參選 風險是很大的 一下做得不好的時候就會失去了 包括原有的議席 不過同樣是分拆名單 民主黨的李永達和陳恕英夫妻 拆成兩張名單 結果齊齊落敗 我覺得我輸的原因 就是因為區域的公約都不夠好 民建聯本身是在新界西 可以用九萬多票配到三席 在港島又配到兩席 是一個非常精密 和很細緻的配戶方法 現在暫時泛民主派是做不到這個工作的 和其他地區一樣 泛民在這一區得票多過建制派 好像公民黨國家旗名單有七萬多票 是五個地方選區的票王 但就不夠排第二的余若薇連任 其他泛民黨選人 人民力量的陳偉業 佳工的梁耀忠 工黨的李卓人 每張名單得票都多過四萬 不過配票策略不及對手 泛民只得到四席 建制派除了民建聯的三席 工聯會麥美娟 和新民黨田北辰 加起來有五席 亞洲電視記者林會問報道 去港島區看看 公民黨的陳家樂成為國區的票王 但陳淑作不夠票連任失敗 轉戰地方直選的自由黨主席劉建宜也輸了 他說會辭任黨主席 公務連報道 公民黨陳家樂火拍陳淑莊 結果成為這一區的票王 得票超過七萬 但未夠票令陳淑莊連任 對我和加樂來說 這七萬票 是票票都這麼珍貴 而且我相信對公民黨的工作來說 也都是一個肯定 當然可能我不能夠再在立法會服務大家 但正如剛才說 只要一天公民黨不倒閉的話 如果陳淑莊有力的話作為一位在這裡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我一定會在不同的崗位繼續為香港去服務 這一區連任成功的有民建聯的曾鈺成 新民黨的葉劉淑儀 以及工黨的何秀蘭 民主黨的善重皆重返議會 民建聯的鍾樹根也都入局 轉戰香港島的工聯會的王國興成功當選 不過轉戰直選的自由黨主席劉建宜就落敗 得票牌第九將會告別二十幾年議會生涯 說到一向是泛民的票倉 但是這次泛民得票率倒退 加上配票工作沒那麼好 最終只是得到三席 建制派就有四席 亞洲電視記者吳武連報道 看看新界東是大混戰的 十九張名單競逐九個議席 泛民得到六席 建制派有三席 回落行說說 社民年的梁國雄成功連任 以超過四萬八千多票勝出 民主黨的劉慧卿 以及公民黨的湯家驊也都連任 工黨的張超雄就重返議會 人民力量的陳志全 以及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 就初次晉身立法會 這次的立法會選舉 和區議會最大的分別 就是高度的政治化 又或者很重要的大是大非 政治議題 選民放在一個 簡選候選人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而政改方案正正在 這次的立法會選舉裡面 全面發揮得到 他們的效應 建制派方面 民建聯的郭佩帆就得票排第二 和陳克勤雙雙當選 上屆失落這一區的自由黨田北進 就奪回一隻 不過轉戰直選的工聯會 葉偉明就墮馬 他被問到是否被人戒票 民主黨的黃成志就連任失敗 令到民主黨在這一區減少到一隻 亞洲電視記者 在泛民行不行 接著看看九龍區的形勢 九龍東和九龍西合共有十席 建制和泛民就平分春色 多個政黨交棒成功 唯獨民協就失敗 失去了唯一地區直選的議席 陳好欣不得 九龍西的民建聯獎勵雲接替 轉選超級區議會的李慧瓶 以四萬多票當選 立即要想下一步的工作 因為在整個選舉期間 我下去見過這麼多市民 他們真的提出了很多問題 很多很多很多問題 他們真的有一個期望 民主黨黃碧雲接逃新的棒 得票排第三當選 公民黨毛孟靜也贏了 進新議會 我可以和你爭取多一個公園 我可以和你爭取多一條行人天橋 但是說到底 如果那個代價是你的小孩 要給人洗腦 你是不是寧願要這樣的代價 你選一個什麼的立法會議員代表你 連同成功連任的梁美芬 這區五個議席 四個由女性奪得 人民力量黃毓民是唯一贏出的男士 紮根九龍西當年的民協就失利 接逢劍基棒的譚國喬得到三萬多票 但只是排第六 民協失去唯一地區直選議席 九龍東同樣有五席 民建聯陳鑑林 工聯會王國健 公民黨梁家傑 以及由公民組別轉戰直選的謝偉 國主席何俊仁在超級區議會選舉中得票排第五 加上民主黨在地區直選中失利 他說今晚會向民主黨中委會請辭 對今次民主黨所受的重創 我作為民主黨的主席 是需要承擔政治的責任 我決定即晚會向民主黨的中委申請辭職 跟進下俗稱超級區議會的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 有七張名單欠五席 大約167萬名選民投了票 現在還未點完 點了九成選票 民主黨的陶謹申就穩奪一席 陶謹申的名單得票大約30萬暫時領先 緊接的是民建聯李慧琼和民協的馮檢基 分別有超過25萬和24萬票 工聯會的陳婉嫻和民主黨何俊仁名單 有最少23萬和21萬票排第四和第五 民建聯的劉剛華和獨立的白韻琼 分別有18萬多和5萬多票 而香港研究協會的票站調查推算 民主黨的陶謹申 民協的馮檢基 工聯會的陳婉嫻得票大約16%至17% 民主黨的何俊仁 民建聯的劉剛華和李慧琼 三人當中劉剛華的得票百分比最低 至於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票站調查結果 就說民主黨的陶謹申和何俊仁 民建聯的李慧琼 民協的馮檢基 以及工聯會的陳婉嫻都是勝算極高的 而民建聯的劉剛華就不入榜 和大家分析一下選舉結果 今次地方籍選的35籍 泛民只是被建制派得多籍 學者說雖然泛民靠功能組別 保住關鍵少數議席 但討教還價的能力始終會被削弱 由李卓文分析一下 五個分區直選 泛民得票全部都多過建制派 得票總數過百萬 明顯是多過建制派 但換來的只是比建制派多一席 只有18席 其中公民黨每一區都得到一席 和民主黨一樣得到五席 有學者說公民黨的給票力強 對其他政黨造成影響 在兩區排名的方法都引來很大的爭議 港島和新界西其實 他們可以說浪費了不少選票 如果這兩個區對泛民來說 有一個比較有效的選票分佈的話 實際上都可以幫助到泛民贏 多一席或者兩席 連同功能界別拿到的議席 泛民雖然可以保住24席的關鍵小數 不過馬岳認為 泛民的議價能力已經削弱 他們僅僅保得住分組點票上的否決權 即是說將來如果建制派 有任何保守的動議提出來 他們真的要全部坐定定在那裡 不要不開會 不要被人趕出去 才足夠票去否決建制派的動議 所以整體上討價還價能力可能會比較弱 有泛民議員就希望日後假選舉 泛民各黨應該做協調 應該放下黨派的分歧 大家坐下好好地有一個機制 去遺傳香港的市民 爭取更大的力量 在議會裡面去監察政府 但是很可惜我們今天是做不到 而當選家民建聯陳監林則認為 無論建制還是泛民 其實都已經有多年的直選經驗 結果是反映選民的意願 不完全因為配票 亞洲電視記者李卓文報道 而至於傳統的功能界別 全部有了結果 交給宋志浩說說 選前擔心是否能夠成功接棒的公民黨郭榮鏗 成功擊敗對手律師會前會長王桂圈當選 為泛民保住法律界這個被視為橋頭堡的議席 我會盡我一切的努力讓法律界這個議席 繼續為香港人服務 繼續為香港人去捍衛他們的核心價值 我希望能夠做到 而在教育界葉建縣林則秀明 接替因病退選家馮偉華代表教協出選 成功以4萬6千多票高票當選 連同醫學界的梁家樓 衛生服務界的李國倫 社會福利界的張國主 和資訊科技界的莫乃光 繁民合共在傳統功能界別有陸值的進場 而在部分的界別就有現任議員連任失敗 建築測糧及都市規劃界 劉秀成以61票之差 輸給得到1,668票價值偉傳 而在工程界的何中泰就輸給盧偉國 亦都有界別有現任議員不再參選 由新綿紅出任 包括紡織及製衣界價中國賓 而馬逢國就巡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重返議會 能夠得到這樣的成績 我自己覺得是過去多年做一些社會公職 是得到我們的選民的認同 另一方面也是體會到選民很大的期望 特別是來自四個界別的選民 所有需要進行選舉的功能界別議席已經全部產生 而另外有14個功能界別只有一個人參選已經自動當選 兩週電視機就要送結合不到